君豪問老師是有關他在肉食所種的菜瓜 最近呢 有很多母瓜 算是有一個母瓜都黃掉 原因是出在哪裡 現在喔 你如果說瓜子沒出來 這是一種狀況 對吧 你這個沒花有出來 沒瓜子有出來 但是沒瓜子有出來的 這個化瓜 我們說的化瓜 大家說叫做小麵 就是說這個化瓜麵 總要叫小麵 那麼一種為什麼這樣 大概呢 我們好朋友要知道 那麼這沒什麼意外 那麼一種絕對是這個天氣來改的營氣 那為什麼天氣的營氣 這通常我們說的 這是一個生理性的障礙 簡單來說 就是說他受粉 是不是受粉圓症 因為他沒受粉他就不會掉 所以這種他有幾種的原因 那麼什麼樣的原因會去造成 就是說他沒受粉 還是說有受粉不會掉 第一就是隔溫 比如說你日式的運動 太過頭管 菜瓜雖然是熱人的做 但是你太過頭管 所以 菜瓜正在運時裡面比較少 你不知道有注意到 他其實他在這個運時 可能還是有的人說 那不是只有那個而已 然後最主要是菜瓜很好做 整理運時裡面不會賺錢 這也是一種說法 但是不一定 其實在運時裡面 他不太會生 那麼運動太過頭管 或是說這個 他就很容易 去造成這個隔溫 出現的機會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運時裡面 一個菜瓜 你一定要注意到這個 這個隔溫的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菜瓜不能種太多 太多大概就是像我們在種這個 種這種 像我們在秋冬天這時候在種 我們種這個菜瓜 像在種火鍋 這樣種太多 這種通常就是 有的品種 它是母慢結果 種了比較慢 那麼種了比較慢呢 它的這個筋 它會很容易激動在這個標面 那麼一種在這個標面的時候 你這個水分變化 你控制後不好洗 那麼它有時候就是說 它拍日 這個太過頭燒 因為筋的普遍嘛 譬如說你一直都 惡水惡很多 所以筋它的普遍 因為筋 如果沒有 你沒有讓它 土下麵 要搭桑搭桑 它搶不搶 它都會在這個標面 在這個標面的時候 它這個運動 筋的一個運動變化 太過頭大 那麼一種也比較容易消滅 為什麼筋的運動變化太過頭大的消滅 因為蓋的吸收不了 這很多都含蓋棚的這個 這個吸收有一點關係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它出現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運動太過頭雞 我們先把一些 應該不是你主要這個問題 但是呢 在很多這個地方 都會出現的一個這個狀況 運動太過頭雞 運動太過頭雞 尤其是連鎖 從我們雜醇這時候在種 你如果種在新鎖 那今年新鎖很多這個 因為外面在台中那邊回來 這有注意好朋友 這個外面去幫他關心一下 那麼他就出現到這種 這個遇到一個連鎖 這個黑暗天 黑暗激溫 到我散步這裡 流的比較涼 那麼因為 如果稍微比較涼 但不然 他的筋又很沉 有很容易的 這個營用不良的出現 所以呢 這點呢 可能我們好朋友 一定要稍微來幫他注意到 那麼一般通常菜櫃就是 他需要一點點的溫度 他比較喜歡溫度 再來就是這個更涼 你更涼 如果不夠 像過頭黑暗菜櫃 就會開火 不會調到的消耗 這很容易 有這種的經營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了解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肥粉的一個部分 那麼這個溫度 像過頭關 這個消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都很多 都是這個肥太多 那麼為什麼肥太多 其實說不會 我以前也是這樣熱 原因是因為你現在熱下去 低溫 這個肥料不吃到 現在肥料不吃到 肥料不吃到 肥料不吃到 他的類似在那個地方 等到你看 這個肥料不吃到 這差不多時間到 你再下肥 現在還下肥 他的肥料呢 現在有溫度起來 要吃到 所以你如果是稍微 稍微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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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多就是蛋肥過高 如果一種 你噴一頓 這個磷酸一吃 我們 很多好朋友說 你不是都叫人不可以 噴太多磷酸一吃 現在又叫人噴磷酸一吃 東西要注意用 知道這個應用 因為你如果一直噴磷酸一吃 一直噴磷酸一吃 三龍絕對的關係 因為你淡水剛好 你根本不用噴磷酸一吃 但是像你如果是淡水 太多磷酸 那麼你噴一些磷酸一吃 磷酸一吃 他就可以讓這個磷酸提早老化 那麼 簡單說就是說 比較生熟 比較生熟 因為這個磷酸比較不會消滅 所以這點 這個我們好朋友 可以稍微 可以了解到 這大概是這樣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說 這個磷酸改辦的時候 你不去辦 這個改辦的時候 你不辦 那你這個掌心 這個排太久 他也有可能引起到 其他的所在 會比較容易 那麼來改這個 這個 這個 做消滅 一種的情形 那刷下去 有一些白海 譬如說大山 譬如說這個 六粉 白粉 那麼這種磷酸 光合作用效率不好 他就比較容易這個傷害 就這個 這個磷酸 比較不會掉 目前他看起來 他這個 掌心看起來 我是覺得說 淡素有了 比較高 這個淡皮有接到 那麼淡皮比較高 你可以稍微 來幫他注意到 那麼 你可以噴這個 磷酸你吃 還是說你秋冰 如果有海藻高質 那麼海藻高質 來解決到 這種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它有吃 但是這個淡又不會太高 那麼這個 怎麼會晒 這個 比較不會去影響到 他的這個三龍 這可能要稍微來 做參考 那麼另外一個 就是說因為最近 這個天氣變化 有什麼什麼 這個大毛毛 日照不足 如果是連續 幾天的一個黑暗 它也會消滅 這種你能用N9 9%就等了去解決 所以什麼樣的這個天氣 用什麼樣的應對 要聽眾朋友 你要了解 你如果淡數比較高 你用這個海藻高質 你如果是這個 黑暗天 你用N9 9%的蛋 你把它補一下 那麼這種 它就比較不會這個 比較不會這個小米 大概是這個 這個狀況 這提供給你在這個 管理上的稍微做一下 這個了解到 那麼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說 剛才說到這個天氣 激風 透南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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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日照不足以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 就是說這個 漏水 然後這個 比較激 這個通風 比較不太好 那麼去申請到這個 剛才這個問題 比較大 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缺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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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這個小米 所以你把它的米 消去你把它補一下 裡面是有超搭 超搭 春水到黃去都沒有超搭 那應該是比較 剛才說到的這種 可能就是這個 日照不足 還是說 這個 淡比較高的這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裡面 裡面 裡面是這個 超搭 超搭 如果是黑的 不是暖去 是黑黑搭搭 這種 這有可能是這個缺棚 那如果是這個 嗯嗯 就是說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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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如果是中心炒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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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那麼下水車比較沒力 他如果比較淡 比較淡他通常就比較容易 引發到這個千斤 如果引發到這個千斤 就比較容易這個筋比較欠 對於這個天氣的這個變化 他的一個應變的能力 能力就比較差 就比較容易造成這個缺蓋缺膨 你先報 但是這個原因一定要去把它吹出來 我們可以以防這個原因的解決發生 那麼這大概是這種狀況 那麼這提供給我們好朋友呢 稍微做一個了解到 那麼這個大概是這種的這個情形 讓你稍微做一些參考 其實菜櫃不是很難做 但是這個你說他不是很難做 但是也不是說青菜做 因為你那是古早我們在做青菜 青菜斑 因為他不是做這個 他不是說像我們 不是說像我們這個 專業的生產 那他有辦法好不辦法好不要緊 我們專業的生產就不一樣 我們專業的生產這個問題 就比較多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這個受粉的解決問題 譬如說黑暗天沒有受粉 我們沒有受粉 你當然就不會了解 所以你要注意到是不是 都沒看到棚子 都沒看到什麼出來在沾 如果是這樣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可以配合這個人工受粉 以前 以前這個棚子太多 現在不一定有 所以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這個大概在這方面 我們在進行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這個問題的大概 是我們在過那裡的機會 大概就這幾個方向 這幾個方向 更容易把它對到 那麼這在這裡 讓我們這位提前朋友 你稍微做一下了解到 好